那更重要的你蔡英文曾经讲 票投民进党就是支持蔡英文 那现在选战选成这个样子 是票投民进党反对蔡英文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好好的想想 为什么大家不支持你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出讲人张有华 民进党在嘉义市长败选以后 曾经担任过嘉义县立委的蔡启邦 她是现任立委蔡玉渝的爸爸 蔡玉渝是出身英系 按理说他们这对父子应该是支持蔡英文 但是在嘉义市长败选以后 蔡启邦就发表了一篇谈话 在谈话中她建议蔡英文 放权让利 放手让中生代 来主持所谓的民进党政府 在蔡启邦这番谈话的内容中 蔡启邦她告诉蔡英文 你干脆剩下一年多的任期 大概是一年半的任期 你去游山玩水吧 你只要抓住大政方政就可以 那其他的事物 你一定要放手 由中生代 或者把党务交给赖清德 你就好好的游山玩水 当你的太上皇 蔡启邦的这番话 是在嘉义市长败选以后 蔡启邦说的 那他的目的大概是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蔡英文抓权不放 那导致民进党内部所有的派系 都在英系的指挥之下 从事选务作战 就是选战 那既然败选 那英系就应该退出政坛 交由其他派系 来帮你打选战 那第二个 就是蔡英文 这一次的御驾清真 已经证明 你是民进党的票房毒药 既然是票房毒药 你就应该 静心反省 把权力放出来 由其他的中生代 包含赖清德在内 由他们来主导大局 就是看看在短期内 能不能让民众或者是选民 改变对民进党的印象 这是第二个 那你第三个 劝蔡英文 你就放下一切 游山玩水 除了游山玩水以外 就不妨下乡 请听民意 而不是叫民众 听你蔡英文讲话 是你蔡英文 应该听选民的讲话 那蔡英文 浩维老师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他也很少听别人的 他主要 都是以教授的身份 要告诉学生 你应该如何如何如何 那换句话说 在选战 顺习万变的战场上 老百姓 已经不想再听你讲任何的 那更重要的 你蔡英文 曾经讲 票投民进党 就是支持蔡英文 那现在选战 选成这个样子 是票投民进党 反对蔡英文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 好好的想想 为什么大家不支持你 蔡启方的这番谈话 我们简单的说 是说出了很多 民进党党员的心声 因为在这六年来 几乎啊 大家都听蔡英文的 就是蔡英文 他没收了民进党四大权力 第一个初选 没收 第二个民进党 从中常委 中指委到中平委 所组成的权力机构 那过去都是在党内票选 那现在变成了呢 通通都被蔡英文没收 用派系协调的方式 去指派一些人出来 这个是完全违反了民主体制 也违反了民进党的传统 把民进党搞成了一言堂 那第三个 对于所谓的重大决策 或者是政策 蔡英文从来不知 从来不知会党团 甚至于立委 就是同党籍的 都只是接受命令而已 就好比说像莱猪政策 那你好比说像兵役政策 等这一些 他截至目前为止 从来不跟他的党员同志协商 就是直接下令 你们叫硬挺蔡英文 你没收了 立法院的义势全责 这个对民进党来讲 过去没有发生过 未来会不会发生 不知道 就现在来讲 民进党从来没有一任党主席 他敢这样做 那蔡英文做 那第四个 对于所谓的请听民意 或者是内阁改制 蔡英文截至目前为止 只是找失败者联盟 谈谈这些事情 还没有分批邀请 所谓的立法委员 同党籍的立法委员 来谈败选的检讨 这是过去没有发生的事情 基于这四项 蔡清 蔡启方就认定 蔡英文已经不试任 这个民进党 重要的公子 但是为了要拖过 还有一年半的任期 他是请求蔡英文放手 你油山玩水去吧 你把权力通通交出来 不要一个人染在自己的身上 弄得大家上不上下不下 痛苦不堪 那蔡启方的这一番话 我们可以说 他们这对父子 过去都属于英系 不 他的儿子属于英系 那按理 蔡启方可以透过 他的儿子发言 那显然他的儿子 是没办法向蔡英文敬言 所以他才有公开的谈话 就是希望蔡英文 放权让利 放手吧 去做你的太上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